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后来还是把行为的一些方法加进来 但因为行为学派我们上面已经介绍很多放松啊 然后一些扮演啊什么的 所以行为的部分我少讲 我多讲一点认知的这个部分 Alice一直相信我们并不是被事件困扰 而是被事件的想法给困扰 对事情的想法给困扰 这是真的 你有没有例子 什么东西你改过了之后发现 你就不困扰了 突然这样子问我 你要不要来问我问题 有没有你对比如说教养的时候 你本来是很困扰 但因为你改了一个想法之后 就没再困扰你了 哦 改了一个想法 我一开始 哦你突然这样讲了 就是一开始对于小孩喝奶的量啊 就一定要有一个 应该要有这个阶段要喝到多少 才叫做他是健康的 或者是他是 不然你会怕他生病 对对对 或者是他才会在那个 趴数上面才是正常的 然后后来 后来有一派学派 就是说小孩自己饿了 他就会自己 那是他本人的东西 所以不要太照表操课 是 然后后来我真的就想 好算了啦 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逼着他喝 也不是个方法 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后来我就觉得好吧 那他会自己来告诉我 他他现在饿了 或者是他现在不想喝 我就尊重他 后来就达到一个平衡了 就一切就是 他有喝到那个量了是不是 他就自然而然 我也不会那么的去追求 只要去算到那个数字 一定要那么那样的量 但是就达到一个 我觉得他舒服 我也舒服的平衡 OK你就放掉那个标准 对对对 非常好的例子 非常好 真的我们并不是被事件困扰 我们是被事件的想法 对事情的想法给困扰 其实这个并不一定是 这不是Alice第一次提出来 其实一千多年前 斯多噶学派的伊比丘鲁 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 我们是被事情的想法给困住 那这些非理性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通常是父母亲或社会学来的 比如说你在做 你在怀孕的时候 已经读了很多书 对不对 然后跟你讲说 那个妈妈应该怎样啊 对对 要多听什么音乐啊 什么鬼啊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想法 然后植物到你的生命里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觉察 它并不是植物就是不好 可是它当你造成困扰 而你不觉察 又重复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种痛苦 比如说如果你小时候可能 一直被这样教 就是不乖就不会被爱 有没有 这是阿公常常会讲的话 对 然后犯错就是我不好 像这种重复出现的想法逻辑语言 它就很容易当你吸进来之后 就会变成你的自我预言 然后会透过自我重复 自我预言就是 当你犯了错的时候 你就自自己就会觉得 对我不会被爱了 我是糟糕的 你会做自我重复 然后最后变成自我挫折 一连串的打击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自我挫折的信念 就变成最后有自我挫折的行为 比如说逃避啊 酒饮啊 或跑去做别件事啊 买东西啊 shopping啊 打电动啊 对对对 所以你直接去改那个行为没有用 在上一个学派 我们会直接调行为 对 那有的时候有用 有的时候没有用 或者是有用的时间 没有那么的长 长效这样子 你一定要回头去改信念 一定要去找那个信念 所以在治疗工作的状态底下 那大部分的个案来的工作状态 都是可以在认知治疗里头处理掉的 我自己觉得大部分 除非它的议题特别的深 特别的长 或是它并不是来单纯的求助某个问题的 那就是想要自我整理的 那认知治疗可以协助的地方就比较有限 那就可能要用到精神分析去 可是大部分的个案 如果是现实的问题来 通常在认知治疗这边 就可以获得到蛮好的帮助 怎么说呢 因为Alice发现 我们人通常有三个基本假设 是最容易变成非理性信念 就是非理性信念很多条 可是里面都最后合成 就是这三个点 哪三个 我必须是好的 别人必须对我好 还有这个世界必须用我喜欢的方法 讲完了一切了 就是所有的信念 有这三点就会是非理性 比如说我想讲 第一个 我必须是好的 才能得到别人的爱跟认同 我想这很多人都有 很多 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举手 你有没有这一条 你现在没有 以前应该也有 就是很容易不小心就会 我觉得也有一些 环境的文化 或者是教导上面 都希望我们都是完整 都要第一名 都要是好的 对的这种 你很怕说当你说不会 或你拒绝别人 就是 别人会不喜欢你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被讨厌的勇气 卖得这么好 嗯 他会卖得好的原因 是因为大部分有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都做到 哦 就是大家很怕被讨厌 嗯 那为什么很怕被讨厌 就是希望自己是好的 对啊 当有人讨厌我的时候 就表示我不好 嗯 这个逻辑 其实是会让你痛苦的 哦 对 可是你也没有去检查过 别人讨厌你就一定是你不好吗 嗯 这是等号吗 嗯 就是认知治疗会很常 会要去探讨 嗯 去厘清的东西 有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快 我等一下会讲ABC理论 嗯 我发现 我在做教练的时候 学员也会常跟我讲 他的某一个状态 嗯 然后 他都一直觉得那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结果 可是那背后我帮他一层一层爬 嗯 去看到他那个隐形的假设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 原来我是这样在想的 可是因为太快了 嗯 所以你看哦 我必须是好的 如果你常常觉得我必须是好的 你发现日常生活里有人觉得你不好 哪怕只是小小的 他也没有到讨厌你 只是没跟你说赞 你就开始痛苦了 哦 你的痛苦就开始 嗯 然后别人必须对我好 如果别人没有对我好 他就是坏人 他需要改变 嗯 这应该很常吧 比如说你跟你父母亲常常有些不愉快 你就是常常觉得他必须对你好啊 或者是他应该就要这样啊 对啊 如果有问题是他有问题 不是你有问题吗 对不对 我在前面很多的治疗就说 什么时候 呃 心理工作才开始 就是愿意放下 对别人的指责 嗯 把力气收回来 对对对 嗯 嗯 可是在那之前我们都会觉得 别人必须对我好 而且要用我喜欢的方法 啊 这样真的会很辛苦耶 很辛苦啊 所以 比如说 呃 我常常在我们的留言当中 发现很多种这种信念 就我们每个人一定有我们的风格嘛 嗯 每个频道有每个人频道的样子嘛 对不对 你不能去一家卖乳肉饭的时候 跟他讲说请他端出 意大利面 哈哈哈 然后 但是你会很 就有人会坚持要在 卖乳肉饭的地方 请他端出意大利面 哦 他其实是他痛苦还是我痛苦啊 嗯 他痛苦啊 因为他吃不到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把他的话听进来 就变成我痛苦 哦 对 好 那这是第二条嘛 别人必须对我好 用我喜欢的方法 那第三个 这个世界必须用我喜欢的方法满足我 如果世界让我失望 是世界的问题 都是他 现在都是他人的问题 对 比如说 比如说因为 Coco最近比较年纪大 嗯 所以一定常常看病 嗯 那 我就发现兽医分两种 一种是谁看谁 就谁到谁看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比较专科 要做比较多检验的 意思就是你进去出来付很多钱 那种 通常都没有 大概预约 嗯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很急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去这种医院 不能帮助到你 嗯 可是并不是这家医院的问题 就是他要处理的议题是不同的 嗯 那我就常常会在这种医院的等候 门诊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人 很 很有趣 嗯 就是 他可能抱他狗进来 有一些临时的状况 然后就问他说 可不可以现场挂号 然后服务员就跟他说 不行 因为我们都是预约的 没有时间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生病还要 还能预约哦 就这种逻辑这样 他的逻辑有错吗 也没有 可是只是这个地方不适合他 嗯 然后他就演变成 到最后就是店家的问题 哦 有过这种逻辑吗 对不对 嗯 对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看说 嗯 这逻辑很特别 为什么你觉得 所有的店都应该要 按照你的游戏规则 才叫好 嗯 然后当你有困难挫折的时候 就要立即满足 那你跟小孩有什么两样 没有两样啊 就是没有要搞别 搞懂别人的 游戏规则嘛 对 对 所以在精神分析里头 这就叫做全能自恋嘛 对 所以其实非理性信念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不同学派 还就有不同的说法 嗯 但是你可以检查一下 你会不会有一些 这种真的非得怎样 一定觉得逻辑是什么 啊 或者是政府应该怎样 如果不怎样 就一定是怎样 这种 这种东西好多哦 很多吧 应该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嗯 没有 你如果没有问你的话 你也不会觉察 但你就会发现 哎 好像是 对 你的痛苦通常是来自于你的想法 就是他已经根深蒂固在你的 周遭 在你的语言里 在你的想法里 但只是我们没有觉察他 而且我刚刚讲的举例子 你说 看医院 看医生要看 要挂号这个 可能他大家会觉得 还很容易懂 还觉得哦 有道理 可是他有一种更可怕哦 嗯 有一种逻辑是 他觉得是对的 然后科学上说的对的 别人就应该要懂 别人就应该要一样 有这种人嘛 就是 非常的 他不一定是理工直男哦 他一定是 就是有些人 他在他的世界里为真 或 逻辑确实是这样 可是他就只有 同一种逻辑 他接受不了 有些人是不一样的典型 然后他就会觉得 那些跟他不一样的人 就都是奇怪的人 呃 又有寡断啊 然后 烂好人啊 这也是另外一种 非理性信念哦 就是 在这个 非理性里面 就会感觉少了一份弹性 对 或少了一份包容 接纳 可能还有 外面不一样的东西 是 对吧 是 所以 这三个基本假设 会常出现 在Alice她说 会有很常见的 非理性信念 有四种 嗯 一种叫做 必须跟应该 注意你的语言 常常说 应该要 女生应该怎样 男生应该怎样 这就是一种非理性 小孩应该怎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 灾难化 哦 就是 你想想看哦 你会不会常常 就是说 如果我没考上 我就回了 如果这个工作 没应征上 我就怎样 这就是一种灾难化 哦 把它无限的扩大 明明就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呃 这班车没有赶上 我就会迟到 哦 然后她对迟到的想象 很可怕 哦 然后就整个影响到 她一天的心情 嗯 这就是第二个 然后再 事情是无法被容忍的 事情无法被容忍 什么意思 就是 她的非理性信念 就是 别人不可以误解我 她的 她的 她的想法里头 有一个东西 是不可以发生的 别人不可以误解我 或是 伴侣不可以出轨 哦 然后一旦出轨 就是一定 天崩地裂的事 就跟灾难 也是一样 对 没有灾难就是 它发生了就 哎 其实有点像 对啊 或者是说谎 就一定要下地 就是那种 很僵固的信念 嗯 就她没有讨论的空间 哎 我真的发生很多人 对于小三这议题 是完全没有办法讨论的 哦 就是不管怎么跟她讲 各种可能 没有 我们没有说 这一定是对还错 可是我们也可以来讨论 但有些人 她就根深蒂雾 这件事就是不能被发生 她连思考都没办法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必须要去说的事情是 你对这件事情里面的害怕太大了 哦 淹没过你的理智 那就代表里面某一个需求 或某一个点是需要你去看的 哦 从这里面找一找 问题点在哪里 嗯嗯嗯嗯嗯 否则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你生命里 不就碎了吗 对啊 就没办法work嘛 嗯 那第四个非理性 就会是自责 跟推卸责任 哦 就是这三个假设 如果毁掉了 就是没有被work的话 它衍生出来就是自责 比如说 啊一定是我太笨 好 要不就都是别人的错 要不就是都自己的错 对 要不都别人的错 要不就自己的错 好 那这种都不对 在我们前面谈很多嘛 然后到自己的错 就会太自责 太小心翼翼 好 但都别人的错的话 那就会变成你 其实没有相对应的 父亲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好 比如就是我前面讲 我生病 我的动物生病 所以我马上要看 那如果你不能看 是你的问题 而不是我没有做功课的问题 然后就衍生出 现在很多什么靠北团 或者是店家抱怨奥客啊 对对对对 那些新闻这样子 我有时候在看那些的时候 我都觉得里面的信念很有趣 但是大家比较不讨论信念 大家会直接讨论 做法 或者是哪一边是对的 哪一边是错的 对其实大家还是同一个逻辑 所以我有时候就看一看 然后笑一笑这样 好 那Alice呢 她会说 所以她的理论又叫ABC理论 意思就是A是事件 OK 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 女儿喝奶喝不到某个量 这是事件 然后B是信念 我相信什么 对你相信什么 如果你相信喝不到就会坏掉 喝不到就长不大 对你的C的结果就会是 长不大 长不到 你的情绪是 情绪就是难过失落 担心 对自责 妈妈的自责跑出来 好可怕 ABC嘛 对不对 A是事件 可是因为是你的B 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是 一定要喝到 然后如果不喝到的时候 就会变成C 对 这个时候Alice就说 要能够去觉察这个B 然后去调整这个B 它叫D 叫博持Dispute 你可以不要用Dispute 就是这么严重的词 你可以说你就是去修正它 调整它 然后当你修正调整之后 你就会产生一个E 新的效果的E E是Effect 就是新的效果 因为你修正 比如说像你刚刚你修正了 他要喝就喝得到啊 他如果不饿就不会饿 他真的饿了 他就会多喝 就是你修正过的B 对不对 修正过的D B 对对对 对对对 因为你觉察嘛 D是要你去做觉察 调整这件事 可是他调的还是B 对对 那你B调完之后 你的C就是不就松了 对啊 而松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性质关系变好了 所以不是直接去调你的性质关系 是去调你的信念 哦 我对这件事最终核心的到底相信的是什么 嗯 OK 嗯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哦 在Alice的书里头 他有一个个案叫苏珊 那这个个案呢 女生 女生他非常非常害怕 跟有魅力的男生讲话 就有帅哥来 他就非常可不 就很担心这样子 嗯 他到底在担心什么 不重要 对好 然后原因是他非常担心 魅力的男生 魅力男呢 会拒绝他 所以呢 当有生活里 有魅力男出现的时候 他就跳开 他就逃走 哦 好特别的信念 对啊 这一定是里面有一些有趣嘛 嗯 那后来经过Alice之后 哎 经过物谈之后 Alice就发现 苏珊有一个信念 嗯 她核心信念是 如果被有魅力的男生拒绝 她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 哦 她一直相信这件事 所以她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 她要极力避免 所有被拒绝的可能性 好 但是Alice就帮她修正信念 嗯 信念就是 我不希望被有魅力的男生拒绝 嗯 这是 就是谁应该都不会想发生嘛 所以我们就 先把这件事情接受起来 但如果真的被拒绝 也就只是那一次的失败 嗯 我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经验 下次做得更好 哦 好 那就算真的没有办法 跟有魅力的男生交往 不等于我没有价值 嗯 所以这个苏珊背后 还是有个信念是 被男生 被魅力男拒绝 她很招跟 我一定要跟魅力男在一起 我才是有价值的 哦 她的信念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嗯 其实这很多欸 很多男生 或女生也是 她会觉得 我要有房有车 才是怎样 才是人生胜利主 嗯 那这个信念 其实会让你痛苦 嗯 就是你一旦相信 而且你也觉得别人会这样相信的看你 嗯 就会像苏珊一样 如果你觉得她很奇怪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在内在都有很多这样的城市 嗯 要去检查 好 那后来她就修正了之后 苏珊就没有那么焦虑 不会看到帅哥就逃走 看到帅哥 应该留下来都看得很远 我心想说 看到帅哥不是应该留下来吗 找话跟他搭话吗 每次那个年轻弟弟啦 我们都会一直 我们就笑得 话之乱这样 然后凯宇就会在那边说 欸这几个大妈 这几个阿姨 收敛一点 好 她就因为改变这个信念之后 她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信念 比如说 帅哥很危险啊 被拒绝很可怕啊 没有人爱很可怜啊 跟不帅的人交往是失败者 这个叫做附属的信念 她就以并修正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整理的概念 就整理啊 有时候也会觉得 哦整理也好 要整理一个房子好辛苦 大家通常啊 如果你可以开始 整理一个小钱包啊 你旁边的东西 就会开始慢慢的整理 就跟你调整了一个信念之后 你旁边的小小信念 也会开始松动 相关的信念会松动 对 所以其实苏珊是怕男生 其实我也发现很多男生 会怕女生嘛 对啊 其实那个背后的信念 也就是如果出球了 很丢脸 被女生拒绝很丢脸 然后才会有直男研究室 那些奇怪的例子吗 对 他们里面有很多应该耶 女生应该要怎样 应该 你就应该要跟我 这种人 交往啊 你年纪大了应该怎样 我不懂 就你们听完这一段之后 然后再去看那些靠北社团 或者是直男研究室 你就把他的信念抓出来 啊不要跟人家讲哦 你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如果你讲了 一定要让人家收你 这是另外一种 非理性信念 对啊 就是你 当你在生活或工作上 受挫的时候 你要回头探索自己的信念 对 好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 Alice她也有一个个案 我觉得这真的很常见 她说 她有个个案 她球技很好 不晓得打什么 应该打篮球还是打高尔夫球 反正她打球常常赢 然后朋友输球之后 会恭喜她 嗯 可是就不想再打球了 因为 就不想打下一局这样子 嗯 就觉得异性阑珊这样 不想打下一局 很正常吧 很正常啊 就 啊我今天就手感不好 我就输你了嘛 对不对 好 但是个案非常的生气 哦 她觉得朋友不够意思 应该继续跟她打球 这怎么跟打麻将 是一样的逻辑啊 我今天输了 你就应该坐下来 你怎么可以不让我上树呢 什么事 我是不是举了一个太贴切的例子 很好笑 对 我觉得有时候看别的故事会很好笑 但自己在里面就是事故了嘛 对啊 但就是有时候 啊 人生就这样子 它其实是荒谬的悲剧 就很有趣啦 但就是就理解就好 嗯 后来Alice就帮她 找她的信念 嗯 她有个信念是 朋友不管输赢 都应该跟她打球 因为跟她打球比较有趣 是哪来的相似 如果朋友拒绝她 就代表朋友不够喜欢她 哦 你知道她的大魔王在这里 当有人拒绝我 代表你不够喜欢我 所以才拒绝我 哦 当你内在被植入这个城市的时候 它就像木马城市 你知道 它就钻 钻后门 嗯 让你很痛苦 哦 所以很多 我有时候在跟个案 做教练的时候 真的 我到最后就是在想 你到底藏的是这么信念 让你今天会这么痛苦 这件事情 嗯 那我这样想 不再取笑任何人 啊 我们要修炼一下 因为有时候在笑 大家会觉得我们在笑 没有 我是真的觉得 很多时候 有一些 呃 事情 嗯 当你看开了之后 你就真的会好好的 就是笑过 然后就觉得 这真的没有什么放下 嗯 OK 所以 哎 你知道为什么Alice 很幽默吗 这就是需要有一点幽默 要不然你都会无法理解 对啊 到底为什么 对对对对 就是原来卡住你的 是这样子的东西 对 刚刚我讲的那个 朋友如果不打球拒绝他 就不代表不喜欢他 其实我们从旁边人看 觉得他很自恋 对不对 对啊 就嗯 为什么 可是你心里 我说真的 你心里也没有常常假设 如果你的伴侣 嗯 你的爸妈没有做什么 就是不用心 我会啊 你一定有对不对 我一定有 我老公 如果回去 没有干嘛干嘛干嘛 我没有说什么 他就没有做什么 就代表他怎样 对吧 对啊 对啊 就是他如果没有 呃 回家之后 没有帮小孩洗澡 他就是 就是 猪队友 对猪队友 或者是他没有爱小孩 什么之类荒唐的 一些奇怪的结果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 都在催眠自己 人生很糟 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的想法就是这样 哦 我们都常常把它 倒到负面的那边去 是然后你会伪真 对 因为然后回去看到 小孩真的没有洗澡的时候 就猪队友 证明 自我预言 对 然后就生气 然后关键破掉 对不对 对啊 是啊 哦 是啊 所以我没有先去理解 他为什么要帮小孩洗澡 对啊 之类的 对啊对啊 而且 我觉得有的时候 做伴女之老的时候 会很辛苦 就在这个 每个人都不太觉察 自己的信念底下 嗯 相对是困难的 而且还会有很多就是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回到第一条 回到前三条 我应该是好的 别人应该是好的 然后世界要用我的方法 照顾我 或者满足我 对吧 对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小孩应该要干净啊 这就是世界要用我的方法 才是对的啊 对啊 回到就是一定要先洗澡 怎么可以先 先看电视呢 什么的 对啊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框框条条 那就会变成 很辛苦 我们除非看到这些信念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 你就算忍过去 下一次还是会爆发 这是真的 不要觉得 反正就忍这么一次 没有它是累积上去的 后面会很快的 就瞬间 你会不知道 为什么在瞬间 某一个点就突然爆了 是 你没有去处理 然后也没有修正 调整 你的信念让它更有弹性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讲 我们谈了那么多 非理性的信念 你有没有好奇 那什么叫理性的信念 什么叫健康的啊 什么叫做是好的信念呢 OK 它一样没有标准 然后说符合什么 因为一旦符合什么 才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非理性 所以理性的信念 其实就是 有生产性的 可以调整的 符合逻辑的 这样 就是了 就是有 我的白话 就是有弹性有包容 它是一份期待跟需要 可是是可以调整的 那非理性信念 就是一定 死板的 叫条的 没办法调整的 OK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 你生活里 有没有太多 应该必须一定要 嗯 然后那个背后 是什么在驱动 你的应该 应该 应该必须一定要 一定是有一个 如果它是一个模式底下 我可担当 模式不存在 或前提条件不存在 你就可以调整 那它就是一个 好的 可以work的 可是如果你是在 任何状况底下 都这样想 哦 那它就通常会是一个 你需要去觉察的 状况 嗯 我不要那么快 讲到非理性 没有人喜欢被 贴说 我是非理性 嗯 对啊 对就是 会要有调整 比如说我在工作上 我也有我的 要求跟 嗯 标准 嗯 比如说我对时间的 要求比较高 对 但不等于 我对时间要求很高 然后你如果miss掉 我就一定不能接受 嗯 我一定会看状况 嗯 好 如果某些状况我知道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弹性变大一点 可是如果我听了这些状况 我发现它可以被避免 嗯 而我也跟你说了 嗯 然后你也做相对应的调整 那就OK 嗯 可是如果我跟你说了 但你没有要做相对应的调整 而我知道这是我的线 那我就来想 啊 后面该怎么办 哦 嗯 这是健康的 这是健康的信念 OK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 小明跟小华 我取的 他的 他的外国名字有点难念 我把他讲成中文 他在书上说 有个小明跟小华 他们是事业伙伴 嗯 然后小明最近生小华的气 嗯 为什么 因为小华 提早下班去参加棒球赛 外国人的棒球 嗯 很有名嘛 很很 就是很流行 然后就留小明一个人忙工作 哦 然后这让小明很不开心 嗯 听到这边 大家就觉得是怎样 小华是个坏人 对吧 对啊 通常都会这样想 他怎么可以提早下班 对 放他的队友 然后这时候开始 你所有的薪酬救混 都会进来了吗 你生命里被 被不公平对待的 你就通通放到小华身上 然后你就把自己当成小明 对不对 对啊 我常常在很多人的留言 看到这种状况 然后已经想 嗯 你为什么把自己放进来呢 嗯 好 然后 好 这个时候 Alice就问他 他在气什么 他就说 很不公平 为什么他留下来工作 小华不用 哦 然后他有个想法 是小华要跟我一样 花这么多时间工作 才是对的 哦 是因为这两个想法 让他很挫折 哦 可是Alice就说 这两个想法 都是不理性的想法 对啊 是啊 为什么 应该要 你怎么觉得呢 为什么 就是 他没有留下来工作 哎 对啊 他 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一样 要花很多时间 在工作上面呢 就是 对啊 可是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创业啊 创业 生死与共啊 如果没有怎样 会怎样 对不对 你会在你的逻辑里走得很顺 哎 对 然后你会有一套你完美的说法 哦 可是其实这里面都 不能去 呃 应该是说 他应该更包容就是 这里面有个值得挑战的就是 花很多时间 就等于把工作做好 妈 哦 对吧 花很多时间 你加班就等于把工作做好吗 这个可以被调整吗 或这个要被检验哦 哦 因为我就不相信这一条 你是相信花越少时间越好 对啊 我的信念就是 你如果可以证明 可以更快的方法 我就 我就会接受 嗯 而且我不喜欢大家花很多时间 当你花很多时间还没做好的时候 我会更气 对 好 所以这里面就会是要去调整的 就是提早下班就是不公平 这个逻辑怎么来的 对啊 哦 我做完事情 我不能提早下班呢 对啊 他们俩是事业伙伴耶 他不是部署耶 对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创业对吧 对啊 创业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 自己有更大的掌控感 对不对 然后别人跟 都要跟你一样 不然就是不对的 那这也是一种没有弹性 哦 所以后来 爱丽丝才帮这个小明发现更核心更核心的事 嗯 花很多时间他说 其实我想像小华一样 学会安排生活让自己休息 其实他是嫉妒 羡慕嫉妒 可是他没有觉察就变成恨 哦 跟攻击 他事实上是希望他自己可以跟他一样 嗯 可以跟小华一样 就是可以让自己懂得安排 对 可是他没有觉察这个时候 我只会觉得你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是错 你错的 回到前面有没有 嗯 世界要用我的方法 就是你没有用这么多时间 就是你对这份事业没有上行 对 对这是你的逻辑 这很多时候妈妈也会有这种逻辑嘛 小 老公要用我的方法照顾小孩 不然就是没有爱小孩 对 这是很可怕的逻辑哦 嗯 其实这也是婚姻关系跟亲子关系会断裂的原因 嗯 很多妈妈因为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那里面会有不平衡 跟愧疚 不平衡感 然后这时候就会 他的愧疚或者是他的那个 愧乏应该是愧乏 愧乏没有说清楚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种下意识的攻击跟愤怒 嗯 当别人跟他想要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开始指责抱怨 嗯 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嗯 对 所以 呃这个想法找到之后 那个小明才发现 哦原来他真的想要讨论的是工作分配的问题 还有工作方法的问题 哦 而不是工作时间的问题 哦 不是留不留下来的问题 对 哦 对 就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沟通 呃 沟通技巧当然是一种 嗯 可是很多时候沟通我们真的是在交流的是这些想法 背后的信念 背后的逻辑 嗯 做法都是可以调整的 哦 可是如果我们的 我们没有要去讨论 想法 也不去看自己的想法 我真的有遇过 有些人就是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你 你做就是了 对对对对 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么多 嗯 不要这么沟通 好 就是这种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活得很僵化 嗯 他会很重复的事情在做 嗯 他没有办法有新的东西进来 因为太可怕 嗯 嗯 我突然想到 如果有一个人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样理念是不同的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永远都只开同一条路 嗯 然后要他换一条路 可能现在这条路在塞车 然后他就不死不换那条 因为他觉得 他现在只能走这条路 对啊 然后他就永远就是 不管怎样 他就是都在这条路 他就只认得这条路 如果哪一天 那个 台风天路 封起来就回不了家 就是这样 哦 非理心念就是这样 所以 你一直开同一条路 嗯 但是有的时候就真的遇到台风了 你必须绕路 但是你又坚持开同一条路 你就回不了家 所以你要看见的是 如果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还坚持着 一定要这样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觉察的点了 对 对 没有说你是错的 嗯 很多人会很怕 你要我觉察 你要我调整 所以我是错的 哦 回到第一条 我必须是对的 哈哈 你现在把那个 Alice的三条背起来 我必须是对的 别人必须是好的 这是家用我的方法 嗯 你的信念 你检查一下 嗯 过不去 通常都是这三条 对了 一定应该逃不了 对 通常是这三条 那 把它发现的时候 并不是你是不好的 如果你马上就觉得不好 这真的就是 另一个要调整的 事情 嗯 然后觉察的点 可是它就是一个开始 你的生命的可能性 自由度 很多人很想要自由 我们在谈存在主义那一集 也一直在讲自由 自由 对 然后很多人听完就 老师我觉得很棒 我也觉得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不懂自由是什么 怎么做到自由啊 嗯 那 我觉得 信念入手的自由 是比较好懂的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2月 对 因为我们这集上的时候 是9月对不对 对 9月底 9月底 再 再等两个月 凯宇老师的新课又要上 信念课 嗯 对 我们这刚刚在录音的时候 想说叫求开宇来讲啊 哈哈 整门都在讲这 对对对 怎么调整你的信念 他会再把信念这件事情 你跟你的生活 怎么扣连起来 嗯 怎么样活出自由的人生 对 可以扣得更紧 嗯 好 那是就 12月的事 那 我觉得 嗯 这一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 下一集我跟大家先预告一下 我会告诉你怎么驳斥你的非理性信念 Alice有讲 用驳斥哦 对对 她用驳斥 三个 命绝 这么的冲击 用驳斥 好啦 你怎么修正你的非理性信念 我们怎么重塑我们的 对 我会讲一个案例 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 就是被大笑 就是 男生很怕女生跟别人讲话 每次女生跟别的男生讲话 他就会吃醋 Alice怎么处理这一条 这也是生活上很容易出现的啊 对对对 就 吃醋这议题也可以找找你到底 为什么吃醋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吗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是对方扎 对方坏 对方穿太少啊 对对对 到底是吗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 下一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 你现在听到的时间是我们周年庆 起点文化的生日哦 现在购客 一门有九五折 两门八八折 三门七九折 买越多越划算 就是把你还没买的 就是看他很久的 赶快把他加入购物车哦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